那時候在衛福部的長照的粉絲房做了一個來人包 然後裡面的某一個圖是我們自己做的 然後這個圖後來社民黨在做長照來人包的時候 他把我們的圖拿去用 然後只改了一些配色 然後後來我就在我們衛福部自己有一個網路 做網路相關的討論的社團 然後我就說我們居然被就是那個成就達成 我們居然被社民黨引用圖了 然後那當時就有人跳出來說 這會不會有版權的問題啊或什麼 然後後來我記得討論有給我一個解釋是說 我等一下還要找一下評價 那他有提到說好像是 只要是政府的出版品 這種東西其實都不算是CC或什麼 都是自動是歸屬於化貝東南的 但我不知道你要縣怎麼畫 然後這個法源是什麼 對我不知道這邊有個大... 美國好像是這樣子 但是我不知道這樣 所以台灣應該不是吧 我解釋一下 我是其他人有沒有辦法講 我會講講那麼久 好 沒有沒有我就你講啊 那那三位先閉嘴 這邊三位先閉嘴 其他人沒有要講 後面也可以講 來後面朋友 對 後面朋友也可以發言哦 好 比如說在一般公司啊 你可能自己 比如說你可能寫成書的幹嘛 你做了一些project 你那些產出的東西 其實都是屬於公司的 我覺得如果一般公司好像是這樣子 那我不知道政府啦 就只 就 解釋一下 你不會有自己的轉述不少 因為你在公司 在公司 所以基本上都是屬於化貝東南的 那正 好 再開發一會發言 然後我們再開發 哈哈 哈哈 那他講 他講 再開發一會發言 他會發言 哈哈 呃 好 那我們再講 20分鐘 超計時 開始 哈哈 沒有 我們這個也可以順便分享一下韓國愛你 好 就跟C-Summit有關 那個 美國聯邦政府的著作 它的出版品 原則上是不受人民做選保護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去Bliker去搜尋白天的照片 然後它上面不是標示的社群 它直接標示說美國聯邦政府著作 然後它裡面會寫說不受做選保護 它也不是幫C-C-0 它也不是幫C-C-0 因為它是保護世界的規定 所以應該是說 在它的做選保護的第17章的101條 聯邦政府的著作是不受到做選保護的 但是這個不包含了州政府 所以州政府如果他自己要去主張 那是州政府的事 美國雖然是聯邦制 其實每個州的自主性非常強 比如說我們想當然了 司法好像是要全國統一的 不是 美國的司法在不同的州 有二級二省跟三級三省 所以其實州政府的權力非常強 但是很清楚一點是聯邦政府 所提供的各種它的出版品 都是不受到多選保護的 那我說我們跟C-C-Somi的做一個連結好了 因為這個一天的那個中午吃飯的時候 就是亞太地區大家和在一起 所以想說順便開始 亞太地區的地區會好 然後大家就分享一下 過去兩年 當然做什麼好事 這樣聽起來不是 做什麼好事 然後那個Jay Jay就很好笑 他就說 我可以分享一個南國的一個案例 他說 我們政府的出版品 不是都多選保護的 然後我們大家就嚇到 說 那你超音感美 然後他說 這應該是造實一個美麗的錯誤 那時候他們 他的意思是說 C-C-Coreo 有打算去推 這樣子的概念 你覺得政府出版品 如果是政府出來的東西 不受作用權保護的話 那其實某個程度可以最大 避異大家的使用 那 但是其實他們的作用權的一個 應該就是 他們也是要CC C-Cor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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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哪一個 反正他們的總稱也是 叫CC 就是他們的主管作用權單位 那他們就說 這個好像只有美國聯邦總統這樣做 韓國會不會這樣做 是不是跳得太快 所以他們其實也是 比較保守地去擋住 但是他說 好像是去年修法的時候 發生了一個意外 因為他們為了要推 Open Data 所以他們設了一個Open Data Center 他們也立了一個Open Data專訪 那這個新的機關呢 他並不了解這些狀況 所以他直接去操美國的Coreo 就進來了 然後最後在做全法修法的話 他們的CC 不是韓國的CC 是他們那邊的主要選的專屬單位 他們也叫CC 可以查一下 他們應該叫 Copy Rights Commission嗎 還是叫什麼 反正他的簡訊也是CC 那 他們沒有發現到 所以他們也沒有提出的意義 然後最後發布 發布了 發布了他的學生就跟他講說 Jane 我們現在的政府做版品 不受狀況全保護 他說哪有這回事 然後他就開講 我也真的死 好 那就是一個美麗的插曲 就是韓國現在好像是說 不過他有分階段 就是之前還是照狀況的保護 但是就是新的政府出版品 可能從狀況全法修法以後 這個他再出版 就不受狀況全法保護 所以這是第一點 好 那回來講 現在的美國聯邦政府跟美國是這樣子 台灣的政府出版品 是受到諸位選法所保護的 只要他本身是一個著作 但是他有除外規定 除外規定的話 我們還是要去看諸位選法第九條 諸位選法第九條 講得很清楚 第一款 憲法法律命令跟公文 都不能成為諸位做權的標題 所以他根本就不受保護 那哪些是公文呢 我們有一個特別法例 叫公文程式條令 只要符合公文程式條令的這些公文 都不受到保護 那哪個程式是Program 程式 對 就是Program那個程式 公文程式 但是他其實不是Program 他只是說Process Process 公文程式條令 當然裡面他講 你只要叫令跟譚 跟姿 令、陳、姿、韓 還有政府的公告 對民眾的公告 這些都不受到保護 所以都是公文 還有包含其他的特種文書 特別公文 特種文書 他這邊雖然沒有定義 可是譬如像刑事訴訟法 民事訴訟法 判決書 這邊都是特種文書 所以這個一樣是公文 是不受到保護的 所以這個東西 他不受保護 其實根本就不能標示證權 因為沒有權力 無權可受 所以之前 ZD台灣 理治安教授那邊 應該是有聯絡法務部 希望他們可以把一些法律的條文上面都標PDM 就是Public Domain的Mark 告訴你說 你如果搞不清楚的話 你看到PDM 你就說這個東西是不受保護的 但這件事情 反正後來沒有實踐 但是他的法律概念就是這樣 所以很清楚的 都會全法告訴我們 你只要叫做公文 你都是不受到保護的 但是政府出盤品 今天是有研究報告 統計報告 他有ISBN那個東西 原則上就是收到多權保護 但是 那 我在講好了 但是即使收到多權保護呢 他被迫離使用的範圍也很大 我想唐鳳講的是這個 因為唐鳳之前做盟點 那唐鳳做盟點的時候 他其實是拿交易部從編國的詞典 那他們直接去撈資料 那直接去撈資料 撈出來之後他就說 他是以用作為選法第50條 以中央或地方機關或公法人名義公開發表的著作 在合理範圍內的重置 公開播送或公開傳訊 這條其實是告訴你說 政府的出盤品 雖然受到多權保護 可是他可以讓民眾 合理使用的一定是很高的 那唐鳳那時候當然有點 所以我就覺得不安 他認為說 反正就先大過再說了 那我就說他是合理使用 那但是他做的一個局勢就是 他所有幫盟點寫的這些 framework 他都會刺激一點 就是說我自己寫的程式 我都公開拋棄 所以今天如果你政府真的想要告我的話 好像有一點大官欺壓小民 那確實這件事情 我的了解 因為我去參加諮詢會議 有人舉報到交易部 那交易部那時候開了好幾次會議 所以這個會議其實超過你想像的長 從開始開到結束 是超過一年 超過一年半 很差 那他們有意識到這一點 那交易部當然有比較 硬派的長官 他認為說 合理使用是你部分引用 你怎麼可以整個繞過去 所以他們認為說 這是司法的一個問題 法律問題 當然其實在場的幾乎是學者 只要從學階出身之後跟他講 你自己告下去 你這個不是法律問題 你是政治問題 因為你是大名欺壓 很大官欺壓小民 而且他們自己寫出來的東西 比如全部司機就有拋棄的 那後來他們就想說 我知道後來他們有透過國教院 跟唐鳳接觸 那大家了解 唐鳳這樣做是蠻善意的 所以最後其實也是有促成 就是說 這波純兵國語詞典就是司機釋出 那當然他是選CD by nd CC by nd 但是他那個 nd 他還另外寫個理由書 就是說 我不是叫你不要轉格式 你可以轉格式 你可以三條目 或者是希望你不要去破壞 我們條目的正確性 他說如果你破壞我們條目的正確性 我就會依據nd這條 跳出來自己的 所以 最後的一個折衷是這樣 所以 應該是說 我剛才講就是現在的狀況 那 接下來 作為選法修法 會有很大的變動 因為作為選法 現在已經草案第三版了 那你剛才提的這些問題 其實在草案裡面都去處理 第一點 你問說 爸爸的新聞 新媒體 他可能是一些影像 受不受作為選法的保護 你依照現在作為選法的 第六十一條 它是說 你實事的評論 作為選法 現在告訴你 單純傳達事實的新聞報道 是不受作為選法的 比如說 今天 他可能寫說 爸爸是閩人 他幾點幾分摔倒了 爬起來 然後去看醫生 花了十五秒 這些是單純實事 那 這個文字的技術 語文著作 是不受到多權保護 第九條直接說 這個不受保護 因為這是 資的基本權利 所以你今天如果說 新聞報道說 書花公路 攀坡幾點 攀坡 或是說 受風火車賣 就是突然 出現一大堆兔子 然後不肯走 然後交通貪管 這個的語文記載呢 都是所謂 單純傳達事實的 精神報道 他是不受到多權保護 大家都可以自由轉載 但是如果他裡面有圖片 或是他有影片 那他是收到多權保護的 那現在是造多權保護的 第六十一條 現在沒有 現在是無法 現在沒有法律處理這個 那他這邊六十一條 只是說 如果你基於十四座的評論 像社論 他也是說 你必須要接受 最大程度的合理使用 那修法的草案是說 如果你今天是新聞報道裡面 有影片 有多媒體 有音樂 或是錄音 那他的意思就是說 他的時候做多權保護 就是必須要接受 最大程度的合理使用 就是大家如果可以 引用轉載 被商業 他現在是這樣去做處理 所以這部分有要去處理 但是他是在草案 他不是現行合法 那其實講的差不多 應該 那我想要問一個問題 還有我等一下還想要再用 投影機可以 喔 沒有 是不是想要 第一個問題是 那個 我記得在歐洲 他有文字 就是有Panorama的 那個 那種 copyright 對 那就是說 因為這邊有提到 第八項是蓋出的 不是文字館 就是公共建設 就是 那 像這樣子的東西 就是在台灣 他有沒有相關條 八條 沒有法律沒有規定 但是還是沒有出現 就像你那時候在講說什麼 建築藍圖 好了 這個其實我們是 C Summit的Panorama 後來在最後天也去討論 那 座位全法沒有直接對這個 但是其實 社會主義的力量還是也做相當的主要 那 他剛才有一頁應該是講說 什麼 建築 建築 工建設 藍圖是受到座位全法保護的來 那 藍圖蓋起來的那個建築 像台北101 他們是宣稱它是一個 3D的立體創作 所以台北101現在的規則就是說 你如果是商業性的拍手 你都不需要付它授權金 那也只有台北101呢 可以自己去做台北101的模型 不管是2D的圖 或是3D的圖 因為他認為它是一個立體創作 那 大概我們現在的智慧局的 韓式 也是Favor 他這個判斷 所以 不知道這樣有回答到這裡嗎 嗯 了解 但是這邊他強調是2D轉3D啦 2D跟3D之間的方式 你有一個2D的圖圖 轉成3D 或是有3D的圖圖 把它耗成2D 那他們認為它做肉圈的一個屬性是一樣的 所以3D了 是沒有的 因為我記得像台灣 像之前我聽到的例子是 呃 你去拍巴黎鐵塔夜景 對 然後他是不准 你必須要取得授權 對 但是白天的你不用 對 因為 因為晚上他有打燈 他打燈是一個創意的表現 所以他還有編曲 所以今天他認為他是一個 呃 他是一個 人類精神的智慧的創作 你去拍攝他 這個過程 你必須要取得授權 但是白天他是一個事實性的Landscape 就是一個地標 那你拍地標是沒有關係 所以煙火也不行 呃 煙火的話 呃 嚴格上 嚴格上是 呃 台北1DT的煙火 他是有那個轉播權 可是你民眾自己拍 非商業的話 他不會去找你查 所以我們剛才特別講說 台北1DT 你今天是 如果你拍台北1DT的照片 然後投稿到像Discovery 或是怎麼樣的 你有看到這個 那台北1DT說 你必須要取得授權 但是你今天拍台北1DT 然後你自己放到非商業使用的話 他就不去找你查 大部分的狀況就是這樣 因為他認為說你只是 法律上容許的合理使用 但是特別一定很清楚說 各式商業使用 雜誌上使用 他是一定會去告白 對 然後巴黎鐵塔類似這樣子 巴黎鐵塔類似這樣子 巴黎鐵塔類似這樣子 沈下老師有引用 維基百科的東西 然後 我剛在後面加了這句話 就是 馬上消 對 那我覺得就是 想要給大家check一下 然後 然後 還有就是 也同時想要 哪天啊 然後我打電話 他寫錯了 真的嗎 寫錯了寫錯了是不是 他不是在雅加達 他是在那個 阿根廷 阿根廷 他在阿根廷是不是 我剛才講的兩個 一個是雅加達的CC lunch party 但是那是2012年的事情 還是對 然後CC summit是2013年 他是在阿根廷 所以如果你要 所以這句話要改成阿根廷 在阿根廷 對 在布宜諾薩利斯舉辦的CC選球高峰會 的 地緣討論 我剛剛可能有點睡著啦 但是就說 我想要確認一下 然後 也同時就是跟大家宣傳一下 就是其實 維基的資料鋪裡面 因為老師是用drugbox 對 然後其實 說實在就是 你既然都用CC了 那我就想說那乾脆 你可以把它引走 那我就引 我現在這個 如果點進去的話 會是維基美理共享資源 那 那就是 他就會上傳到一個 其他人也可以 更容易找到 而且他在那邊有分類 如果你點進去看的話 所以我本來是用CC-by-SA4.0 但是維基還沒有到4.0 那其實是可以用CC-by-SA4.0的授權的 就是 我在想那個 對 而且他其實 在 在維基上面 因為這個是購長資源 所以說他其實 這邊應該已經 都已經有了 然後 他就用4.0 如果你覺得標4.0 不好你就把它改標到其他的 好 好 好 那 那 我只是想說 畢門關於以前 改成說 催修高峰會的 總部與地區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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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所以我們要用閉門 因為 我 他嚴格上也不能真的算閉門 因為 他並不是不讓人家 完全不讓人家加入 就是說 如果 BTS自己要拉其他人 像 BUB這次 像是 他是用Othief的名義去 所以他也不是完全用自己台灣的名義 但是如果我們推薦他還是可以進來 他會比較控制參與元素 是因為 不需要失焦 因為可能台灣的主要就是這些主要的成員 所以 用閉門 是有點乖乖的 對 盡量不要這樣 我手寫我口 手寫我口 好 所以 這一方面 就是 也是讓大家 看看玩玩 然後 有沒有人玩過維基百科的 可以 之後來給你們看 那 另外一方面 我就是 這個是結論 然後 我也想要再跟大家去談一下 就是 我剛剛討論的就是 這個 樂師會還有其他NGO的部分 我目前有一些想法是 我們可以做一個 類 這個我等一下來改 我們可以做一個 上一次 我記得在聚會的時候 有討論到說 就是 影響力的部分 在問那個地圖在哪裡 不好意思那封信我一直沒回 但是就是 我們有做一個這樣子的 就是我在參與的那個 那個 那個 協會 它其實是在 呃 它其實是在 在台灣的中小學做推廣的 所以說 我們想要了解 到底我們推廣的影響力有沒有高 就是 到底中小學買不買帳 那 我們要怎麼樣 用具體的量化的 方式來呈現 我們最近才做了一個 Data Visualization 那就是 我們這個底圖是 全台灣的 學 呃 的 三千五 將近三千五百所的 學校的圖點 我們把它放在Google Google地圖上 然後 呃 如果有邀請我們 一次的學校 它會是黃色的標 那 如果邀請我們超過一次的 就是 藍色的標是 兩次的學校 如果點進去看的話 你就可以看到 它這個學校的 這是用Open Data的地址 然後上面這邊都是 那個Open Data的那個 資料庫來的 那下面就是我們自己 內部的統計 我們就是幾號的時候 做的這個 工作坊這樣子 那 呃 就是 呃 因為之前我記得 在 在Melding List上 有人在問說 這個東西的 的 呃 就是這個資料庫 在哪裡 那就是 我只是因為 我一直沒有回信 那也想說趁這個機會 跟大家講 那 也許我們之後也可以去 把一些 我們之前 我們真的有 呃 就是 CC的演講的部分 真的有收到的 的一些邀請 來做 做這樣子的 呃 分析 來去看看到底 我們在 演講的部分 哪一個區域的 小 中小學老師 或者是基金會 他們其實已經 邀請過我們很多場了 那 甚至我們也可以請他們 填一些 報表說 所以說你們後來實際應用 CC的 的 狀況是怎樣 你最喜歡用的哪些 資料庫是什麼 那 就是 這樣子的影響力分析 我相信會 滿有趣的 那也可以 更 如果我們真的要推 OER的話 或者是 如果我們真 我們要推就是 呃 比較更系統性的工作坊 那 呃 這些也可以成為我們 到底去 到底要去哪一邊做 工作坊 可以的 的一個 參考方式吧 對 所以說就是 呃 我這樣子有沒有做很棒的結論 因為這是一個未來展向的部分 哈哈哈哈 就大家 可以 可以一起來 討論看看 那 樂事會那一邊 香港樂事會也 蠻友善的 他說如果 他們那邊也可以 申請 申請一些經費 所以說如果 大家討論 覺得 呃 有些東西是需要 車馬費需要什麼樣的 呃 跟 我們可以跟全處 跟台灣的全處會來談 呃 我們可以做NGO的巡迴 或是 中小學的巡迴 那 有這樣子的人力 那需要一些經費的資源的話 呃 樂事會那邊就是 有對我們笑這樣子 對 對我們笑 對 就是 你想要跟大家講 未來的行動是 有很多資源的 那 就是大家一起來 就是 好好好 對 好謝謝 好 這樣時間夠嗎 欸 8點超過了耶 抱歉 18點 所以 我最後再補充一個 對 剛剛有關 我問你一個問題 可以啊 在公部門 就是如果你做的東西 到底是公家的 你自己的 做權法第十一條 就是一個基本的原則 那 做權法第十一條十二條 它的原則 我用最簡單的方式來講 就是說 著作呢 呃 著作人 就是實際上 做著作的那個人 就是說 今天如果你老闆叫你去做 東西的話 那 今天等於是程式是你自己是的 你是著作人 但是因為是他出錢叫你做的 所以他可以 用著著作財產權 就是著作跟著作人 跟著作財產權 是可以切割的 那我們對公務員也是這樣子 所以公務員職務上面 著作 只要是他去做出來的 他是可以當著著作人 這法律的原理 但是著作財產權 是歸於他背負那個工法人 所以說台北市政府的一個職業 這些著作財產權 都是台北市政府的 但是這些都可以用契約來另外約定 但是它是一個基本原則 如果完全沒有講 就是這樣處理 但是 所以有些公務員呢 他對於他所職務上 形成的著作 他是可以把名字放上去的 但是大部分公務員會 不想要放 因為放就要當責任 幹嘛要放呢 就是還是讓他是台北市政府好了 所以這是一個法律的狀況 跟現實的狀況 我了解的是這樣 那做權法修法 對這邊 之前有 有微調 但是被大大的反對以後 他們又收不去 所以 草案還是照這個原則 但是新增的草案 有一條就告訴你們 就是說 如果這個是公務著作的話 他的著作人是公務單位的話 他就是有一條是說 以後就是公務單位 不去主張著作人的權 就是說 因為你是公務著作人 那你是政府嘛 那政府 是要被人家罵的 所以 不要動動 就是說我那種著作人的權 這很壞 所以他有調整 所以這是公務單位去 對 OK OK 那 感謝大家今天的參與 應該還開心吧 lobbying 沒有 師傅